我的家门口有一座年代非常久的桥 可能是这几天打雷的原因 中间断断了一段 露出了中间的铁轨结构 也不知道是因为下雨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条路成了唯一能通行的路 所有车都被赶到了这条路上 隔壁村的王大爷 好像有什么急事 非得要从这里走 他好像要去哪个隔壁家帮忙 见国书开车也是相当的稳健 我们助他一路顺风 哦这是福波罗的声音 前面的车因为逃过了某个升降路障 所以被追 这个速度过来竟然没事 看来我说早了 就是谁先打开车门呢 至于他们俩我就先留个全面 这次来亲自开开雨野车 我开车的话还是相当小心的 看到没有非常的直 这样就过去了 是不是没想到我开车也能过去呢 来看看后面这辆大巴车 宝宝巴士的宽度 对于这个桥来说还是太宽了 很多喜欢这个游戏的朋友 都想知道这个游戏叫做什么名 就叫做宝宝巴士 手机也可以玩 不过宝宝巴士走这种路 还是非常的危险 一个大轮不慎 就会造成现在这种结果 宝宝巴士直接变成巴巴爸爸了 开一辆房车去全国旅游 一直是我的心愿 房车过这个桥会怎么样呢 它好像一上来就弯了 看到它以后 我不是很想买房车了呢 这样碎成了七八十块 回头要是用胶水粘起来 可能都够我粘一个月的 让我们为它默哀三秒钟 而后面的车我已经闻到味道了 是肥宅快乐的味道 这一卡车里面能装多少瓶可乐呀 可能够我喝它个三五年的 哎呀歪了 整个装载可乐的集装箱都掉下去了 这样掉下去太可惜了 你这个撞击力度 可乐可能已经炸掉了半车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卡车已经过来了 希望人没事 哎呀这不是隔壁小刘的车吗 它怎么开得这么着急呀 据说好像是听说隔壁王叔去 他们家帮忙了 这个撞击力度 建国说以后可能要天天去了